大家好 感谢大家来到我们这个上古情歌的发布会 我是邓倩 邓丽 大家好 我是张丽 两位美女上台来 其实也是老规矩来要介绍一下这次在上古情歌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属于什么阵影 好不好 我是宣扬的 我是宣扬的王姬 我是宣扬的王姬 然后叫宣扬弱 然后我还有一个去出门离家出走的时候用的名字叫沐清末 对 艺名 艺名对 艺名叫沐清末 然后跟我熟的人都叫我阿末 就是刚才这个阿末 就是这个名字对吧 对对对 好的 那张丽呢 我是玄慕的云丧 平时呢我就会叫他阿末 出门的时候呢也会叫他的艺名 而且刚才两个人手拉手一起上台来 感觉这关系特别的好 所以这次拍摄母情歌 你们两个因为刚才你看一上来就笑场了 一定有很多好玩的事对不对 说说看啥拍摄过去当中 对没有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好吗 挺多好玩的事啊 你可以说你让我饿了 说什么呢 你说你刚刚在台下干嘛了 我们两个人他们两个掰大腿的时候 我们俩在旁边 也在掰大腿 没有 我们俩下注了 我们俩压得住 谁赢了 他支持伊伦 然后我支持世杰 就支持我们家族的人 对 他支持他弟弟 我支持我系灵的老公 然后结果我就输了 输给姐姐了 那没关系 反正在这里是你老公吧 没事 他说微信转上一会儿请大家吃好吃的 哇 哎呀 既然你们两个人是这么好的 可以说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 包括在生活当中 这么好的闺蜜观视 那接下来 我有一个比较私密的贴身的问题 想问你们两个人 一定要如实回答我 不可以骗我 要特别特别的真实 好吗 那这里可以或者吗 可以播进去的吗 可以的 可以演说 可以播 请你们两个 认真的回答我 你们养宠物吗 啊 你们养宠物吗 生活当中 我没养 你没养 张丽的 戏里不是有一个 我信没有 我生活中没有 我生活中有 我养猫啊 狗啊 都养是吧 好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 张丽说的是对的 刚才其实我们在这个预告的这种片花当中 有看到一个特别可爱的 它长得像狐狸 对不对 它有个名字 叫毕丽是不是 对对对 很假 阿毕 那这样 我觉得这个猛丑 既然 应该是跟 阿毕 是我的 是你的 是赤云送给我的 哦 赤云好会送啊 是个小狐狸呢 耶 哈哈哈 那这样 接下来 我也有一个考验你们两个的环节 这么可爱的阿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